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弄多简讯啊 今天的视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沃尔沃XC90啊 这台车呢是2019款的T6的质雅 然后是7座的版本 这个刚刚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刚上架没多久啊 现在这台车呢差不多是两年半的车龄 然后里程数只有4.35万公里 所以说约等于是一个准型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待会看一下它内饰的成色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要重点吐槽一下咱们沃尔沃的这个命名的这种规则 我们知道沃尔沃的各种车型从低配到高配 它什么智行智义智雅智尊啊都是智自备的这种车子 但是这些名字呢你单看字面的意思 你很难能够直接得到一个它到底是高配还是低配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在跟其他的同事也好 或者说跟客户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一些关键性的配置来告诉你 这台车算是一个高配还是低配 你把那几个配置一说出来 你就知道这台车是个什么样的段位了 就比如我身后的这台车吧 就是我们的社会顾问在跟我说这台车到店的时候 他重点跟我说了就是这台车有一个空气悬挂 然后带一个哈曼卡顿 我就知道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次低配智雅嘛 网上只有一个至尊了 所以说是一个次低配的这种车型 而像什么自制性巡航呀 360环影啊 这些关键的配置呢 它也都是有的 但如果说一个人去搞一台沃尔沃 不管他是去买还是去卖啊 这些关键的配置他没有去搞明白 或者说别人告诉他了 他也不知道这是高配还是低配 那不管车子是至尊还是质雅 但是人肯定是个智障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台车上 就是说除了刚才提到的什么空气悬挂 还有哈曼卡顿音响之外呢 像360环影啊 座椅通风加热呀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自适应巡航 车道保持防碰撞这些东西 它也都是有的啊 这个次顶配的这个沃尔沃XZ90 不会让大家失望 你去看中央娱乐系统 那些车辆的这种各种设置的这种界面啊 满满一屏都不够 还得在乡下滑一下 你就知道这台车的配置有多丰富了 车辆的橙色也是保持的非常好的 您看咱这个漆面非常的漂亮啊 漂亮它是有原因的 这台车摸一摸就知道了 全车都贴了透明车衣 轮毂的橙色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只是在两个轮毂上有一些小小的磕缝声 呃在哪 哦对在这 在后轮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不明显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 这里 仅此而已 很容易就找不着它们了 再来看看动力系统啊 还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2.0T的四缸发动机啊 横置四缸发动机 动力参数没得说 320匹啊 绝对是顶尖的一个2.0T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当然了肯定有很多人会吐槽 这就是个四缸 这就是个2.0T的机器 大家再来看啊 这边反光镜上有一个小小的斑纹 这个就是我们的变道服务的提示灯 这边呢就是四门无药日进入 打开车门看看里面的这个橙色啊 可能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就是这台车并没有选择那个米黄色的这种内饰 而是选择了一个黑色的内饰 看上去更加的运动沉稳 皮革的质地保持的非常的好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质感 你把它摁下去的时候 整个皮都会出现这种非常自然的那种纹理 而且这种摁下去的硬痕啊 久久不会消失 说明这个皮质和里面的填充物都是非常的柔软 整体的状态也保持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 其实车内的这些皮革呢 它如果说是做的比较软的话 我们的触感会更好一些 像窝窝的这个座椅皮革 或者是门把手上的这些皮革 它摸起来就很像我们包包上用的皮革 或者说是我们那种比较软的那种皮鞋上面的那种皮革 而不是说像我们腰带 或者说是有一些车子所使用的那种硬质的那种皮革啊 硬质的皮革呢看上去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然后耐用性也会好一些 这种软性的皮革就是摸起来舒服 但是耐操方面就很差了 对吧 所以如果说是一台行驶里程比较多的沃尔沃的话 它的这个屁股下方坐的这个座垫啊 还有我们座椅的那种侧翼啊 甚至是我们的门把手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磨损 或者说是褶皱啊 看上去就不像我们这台那么的羞涩可叹了 对吧 上车 灵火 大家可以看到全液晶的一个仪表 然后配合一个多功能方向盘 多功能方向盘上这两个符号 就是调节我们自身应巡航时候 它的这个跟车距离的 既然声音响了 我就说一下这个车的这个音响系统啊 大家可以看到黑色的网罩 哈曼卡顿 然后这边的这个门板上的这个枪灰色的也是特别的好看 我们把这个BGM关小一点来详细的聊一聊这套哈曼卡顿的音响系统啊 就是我觉得它的这种音质表现呢跟宝华伟舰比起来其实并不存在明显的这种差异啊 主要我觉得有一些细微差异的地方是它的中音和高音的这种表现力 这种层次感呢 不如宝华伟舰来的那么的给力 宝华伟舰如果听人声的话真的是很棒很棒 但是它的这个低音的这种创击力 还有它的低音的这种层次感 甚至可能下险的深度都要比宝华伟舰要更好一些 我觉得哈曼卡顿这套系统 虽然说很多品牌都在用 但是在沃尔沃这个车系上面的表现 这可能是最强的哈曼卡顿系统 你哪怕就是去到7系上面 那个什么Logic 7的那套系统去跟它比的话 我觉得最起码在音质这一块 这种让人感到非常舒服的这种表现力上 沃尔沃的这套XC90我觉得会更棒一些 前车主呢在音乐品位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的懂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曲库啊 其实都是非常的棒的这种试音大碟啊 都是人声为主的这种表现 而且音乐的品位也都是非常的棒 非常能够体现我们音响系统的优秀实力 如果说你的车子这个音响系统很拉垮的话 就这套试音点放进去 更拉垮让你后面买这车 我们再来看看后排啊 后排的这个橙色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整体保持的也是非常非常不错 但是你可以看到后排还是有一些纹路啊 但是这个纹路我说句实在话 真不是用的多导致的 而是 你可以看到我觉得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皮质可能比前排的那个还要软 一摁就是个很大很大的这种压痕 而且久久不能消退 再来看看这台中大SUV的这个后排的这个空间啊 这个腿部空间 你看 还可以吧 而且这个座椅还可以前后调节 不是特别的灵活 但是调节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主要是考虑到咱们后面还有第三排的座椅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空调的控制面板 你必须按一下解锁键才可以独立的分区的空间 前后四分区 然后在它这个B柱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额外的出风口啊 这个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可以调节完之后直接吹后排成员的脸 它的僵纹效果呢 肯定要比这个好很多 这个只会把你的膝盖吹疼 然后本来想去给大家试一下这个第三排座椅的啊 这个有点自取其辱啊 这个空间的的确确 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 对于我这样的身材来说 如果说是一个比较瘦小的女孩子 或者说是一个小朋友的话 这两个座椅绝对是没问题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两侧都有非常多的这种配置啊 储物盒 背架 然后空调出风口 都是有的 然后在我们的边上呢 有两个按钮啊 这个一上一下 这个是利用我们的空气弹簧 把我们的这个尾箱上下调节一下 方便我们搬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XC90这个后尾箱 如果第三排座椅不升起来的话 容积还是比较给力的 然后这个垫子应该是这样 会比较合适一点 我突然意识到它可能放反了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板保护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一直用这个垫子 对不对 而且是反着用的 然后我们把它掀开 就能得到一个 带弹簧固定 带弹簧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隔板 这个隔板可以保证我们里面的东西 不会来回的滚动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弹簧的绑带 可以绑一些小瓶子啊 之类的东西 再把这个掀开啊 这样我们这个板子还可以 用刚才那一层给站起来 这个底下就会得到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 形象下的一个储物槽 这个储物槽容积 还是比较不错的 最后大家可以看 再提醒一下 就是说咱们这边 这个档板上 对吧 咱就不首先了啊 知道就行了 这台车里里外的情况 都带大家看过了啊 如果说您对车子有更多的这种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咨询我们的销售 如果你想看到它的耗材 还有整备的清单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下方就有相关的这种表单 可以尽情的看啊 这台车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虽然说刚到店 我还没有看到它的具体的检查单 然后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价格啊 这台车是4898的一个价格 将近49万元 其实这个可能和大家的种期望值相比呢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很多人都说沃尔沃不是不保值吗 为什么这台车两年啊 跑了4万多公里 现在还要这么高的这个价格 这里必须得说一下 就是沃尔沃的不保值 是相对于它的这个官方指导价不保值啊 这个车官方指导价六七十万的啊 相对于那个六七十万的价格来讲 已经下了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跟4S店优惠完的这个新车价格比呢 这台车其实优惠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 它的这个二手车下降的幅度 不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另外一方面呢 也说明咱们沃尔沃这个官方 他们给新车定价的这个心态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膨胀 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二线豪华品牌的意思啊 定的价格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 其实我们最近啊 在诺诺自行车小程序上上架了很多的沃尔沃的车型 无论是90还是60 无论是SUV还是轿车 你可以去看 就是这些车 他们在产品上都有自己不错的这种小亮点啊 要么动力特别好 要么就是配置特别的高 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它在同级别 其他的竞品车相比 它的这个沃尔沃二手车的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是比较实惠 比较给力的 所以说你用一个相对实惠的价格 去买到了一台产品上非常有特色的二手车 除此之外呢 还能给家人提供一个更加安全 更加环保的一个用车体验 我觉得这样的选择蛮香的 所以你的 то们也已经预养了 因为同级的潜血